宋祖德直言冯小刚容易进去,发文怂恿徐帆和冯小刚离婚。 宋祖德直言冯小刚容易进去,发文怂恿徐帆和冯小刚离婚。 徐帆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他也有过非常多的优秀作品,受到很多观众的热爱。 而且,自从他和冯小刚在一起以后,他身上的话题点也越来越多了。 不过,说起两个人的婚姻,期间的各种曲折也还是很多。 冯小刚的年纪必须搬大了很多,足足有9岁。 所以当年两个人宣布要结婚的事情,众多人是不太看好的。 不过最后两个人因为相爱还是结婚了,到现在两个人的婚姻之路也有20多年了。 两个人的婚姻之所以能一直维持下来想必两个人还是挺合适的。 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能在一起这么久,完全是因为徐帆打人大量,对待丈夫特别宽容。 在以前的节目采访里,徐帆不必会地说到自己对待婚姻的看法,说是夫妻如果想要好好走下去,就必须懂得退让,假装一些事情不知道,让对方有足够的面子。 所以,看到出来徐帆还是一个很大气,也很聪明的女人。 而当徐帆面对孝三问题的时候,他也是表现得很大气慷慨,说这种事情他不是很在意,老公总归还是自己的,他没有什么不值当的。 其实我想明白人都知道他想表达的应该是更深层次的意思,也就是暗讽一些不懂得自尊自爱的女生主动送上门。 可是不知为何后面徐帆的意思逐渐被曲解成了他愿意让自己的老公在外面风流。 前段时间,娱乐圈可以说是非常闹腾,冯小刚也被圈进了一些娱乐圈黑暗爆料中。 如此一来,徐帆也一下子受到了牵连。 就在事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宋祖德就开始参与到这件事的评论中来。 在宋祖德的微博中,可以看到很多的非常犀利的言词,不过都是针对逢的。 而对于徐帆确实大力赞扬。 他表示徐帆人好,演技好,长相也是非常好,逢是一点都不及徐帆的,压根配不上徐帆。 并且还写了很多看似非常正经而严肃的建议,甚至是说让徐帆另外找过。 对于宋祖德的言论,很多网友真的是惊到了。 网友们纷纷表示能够帮助解开娱乐圈的一些恶臭还是好的,不过这样的婚姻私人问题,宋祖德还是言论过激,不太合适。 而且这样恐怕会引起更大的副作用,出现更大的不好影响。 所以这样看来,这次宋祖德是不是有点过祸了呢? 对于这事,你怎么看?